我之前我老公也是被外派到韓國 然後他那個韓國公司 就給他一個套房住 然後我一進去那個套房 那個套房小小的 但是很漂亮 那窗戶一排都是透明 可是很奇怪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窗戶是很像 像毛玻璃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要補也補一個透明 就是跟全部都一樣嘛 然後後來想說算了 然後就去跟他們員工吃飯 員工吃飯的時候說 你們是住哪裡啊 我們說就是公司給套房 然後他們全部的人就感覺上 你們怎麼會住那邊啊 你知不知道以前發生過事情 想說什麼事啊 他說我們之前有一個 韓國的那個經理住在那邊 然後因為他有一個女朋友 但是因為他們論及婚嫁 結果這女生發現這個韓國人呢 有小三 而且他發現這小三 還是個男的 就是他的外遇是一個男人 這就是案外案 對 然後這個女的就跟他講說 我不要跟你結婚 我要跟你分手了 然後這個男生就說 不行不行 你不要跟我分手 然後這女生說 如果你不跟我分手 我就去跟你的家人說 你的外遇是一個男人 然後因為韓國其實還滿保守的 對 所以呢 他們很怕這種就是 這種事情會被傳出去 尤其是跟家人講 所以他就在情急之下 他就拿著那個桌上水果刀 一把就刺到 女生的胸口 然後刺下去之後 那女生就重心不穩 你就往後躺嘛 然後往後躺就撞到那個窗戶 然後就從樓上 12樓這樣跌到樓下 就當場死在我們那個大樓的大門口 蛤 然後 結果我們一聽到這個故事 然後我跟我老公兩個人 就想說 那我們還要回去住那個裡嗎 對啊 對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情殺凶案的現場 你知道嗎 馬上提著行李趕快換地方 他們還想他沒關係 不然我們再找其他地方 而且那邊那個套房的房價一定很便宜 對 然後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從國外來的 我們更不曉得這種事情啊 只有當地人才會知道 就是住到一個情殺套房 對 然後當下我們就把行李收一收 然後就去訂飯店 當了完全不敢住在那邊 太可怕了 對啊 今天要講的是 意大利負傷連續殺人案 還連續 對 這個其實是一個滿有名的一個案子 因為我們會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悲慘的世界 就是愛人跟朋友 就是一個 就是太多你愛的人都被殺了 所以我們就變得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是 傅昌還可以連續殺人案 而且一邊是友情 一邊是愛情 不要再唸歌詞了 真的要唸到什麼時候 他有說朋友跟他的愛人啊 對啊 那下一句是什麼 對耶 這個故事是在1999 1999年 1999年的時候發生 但是為了我們要了解這個故事 我們要退回到80年代 他是從意大利的北部 跟他的家人下一張 跟他的家人一起移民到 中部的弗洛倫斯附近 除了這四口家人 他還有一個人是陪著他 他的好兄弟 然後他們到了弗洛倫斯 他跟這個好兄弟做了一大堆生意 然後當成這個富商 所以他們的友誼也增加了不少 他到了弗洛倫斯的時候 過得非常的高興 遇到了他的另外一個愛人 一個年輕的舞者 芭蕾舞的舞者 他跟他的老婆OK 他跟他的小老婆更OK 非常的開心 但是呢 出了一個問題 他有一天 我們聽他的朋友知道 他有開始懷疑 他老婆也有在偷吃 一個很正常的意大利家庭 對不對 他在那個時候 他有開始非常非常的不高興 同時 當然他的 跟他的好朋友的生意 也開始有一些問題 對 所以他開始有一點點憂鬱 他我們覺得他一定是有把 他老婆的這個煩惱 跟他的小老婆講 覺得他可以信任他 但是在這裡更深的問題開始了 他的小老婆開始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離開你的這個老婆 然後跟我在一起 他不要 他們這樣 他的狀況變得越來越差 他開始緊張 甚至有一天 他的小老婆跟他說 我受不了 如果你不離開你的老婆 我會全部跟你老婆講 那個時候他們開始吵起來 吵起來的時候 鄰居有聽到 所以我們就是一般人知道這一段 他鄰居有聽到 後來突然 他們就沒有 沒有再吵了 對 突然安靜了 突然安靜了 然後 他們就 這個男生就離開了那個家 拿了小老婆的車子 去找他的朋友 後來警察找不到這個女生的消息 去看 他發現這個女生身上都是 刀傷 都是刀傷 那個男生開他的車 去他找他的好朋友 到他的好朋友的家的時候 他們開始吵起來 因為他一定是很緊張 他剛剛殺了他的小老婆 而且他們的生意開始有問題 他們開始為了錢吵架 然後 鄰居聽到了一把牆 他殺了他 他可能就是情緒已經發瘋了 那個時候 失去理智 對 殺完他的好朋友 又開了小老婆的車 回他自己的家 從這個時候以後 我們知道的 那個時候已經是晚上很晚 已經是晚上三點 他把他的小孩的門 從外面鎖起來 然後很安靜的 把他的老婆帶去 房間什麼都沒講 但是呢 鄰居三點半 有聽到另外一個牆的聲音 他還把老婆 給殺了 給殺了 殺了老婆之後 他自己把他的小老婆的車 開出去 去一個加油站 下車 然後這一次殺了 吳陽今天也要來 告訴我們一個情殺 而且這個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也是最近的事情 對 這個真的很可怕 而且你們心裡要準備 因為細節很多 那我們如果要把這一段 短情講的話 我們要從2017開始 有一個地區叫Saha 然後他們Saha認識的時候 他們就馬上開始談戀愛 可是呢 因為哪時候那個南方 他們是 他是在賣肚品 所以呢 在Saha發生了一個 很大的 就是算是打仗 所以這個南方是 拋到Vittoria首都去 其實女方的家庭 一直反對他們的關係 這發生了在 2019去年的9月22號 那時候那個南方 他已經成為那個Vittoria的地區的 一個賣肚品的一個主管 所以他是負責這個市場的肚品 之類的 所以在22號 他是特別早起床 因為他要去收起來那個 那個肚品的利潤 收起來肚品的利潤之後呢 他就回家 就發現女朋友還在睡在床上 可是看到女朋友的手機 有好多那些WhatsApp的訊息 然後看到女生 他的女朋友是跟一個 某一個男生聊天 然後他是很刺處的就把女生 這樣子叫他醒來 趕快醒來 告訴我這個男生是誰 然後女朋友就醒來就說 沒有啊 這個是個好朋友嘛 就是沒有怎麼樣 我發誓我是真的沒有吃醋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男方 他是真的失控了 當下就真的失控了 就lose control 開始駕爆 就開始打那個女生 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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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這個男方的brother 看到那個畫面就說 Stop 你真的已經太過度了 太過分了 不要再打了 可是那個男方還是不聽話 他就直接把那個女方 帶出門 然後就打電話給一個好朋友 一個兄弟 說你跟著我一起去 處理一件事情 他們就把女方 帶去另外一個地區去了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 然後呢 他就開始做更可怕的事情 就繼續打他的時候啊 他的口袋拿出來一把 刮鬍片 是這樣子 刮鬍的刀片啊 對 因為他賣的肚瓶是crack 要把它切碎 骨刻劍 骨刻劍 然後他都是用這個 去處理他的crack的量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就開始把這個 骨刻片啊 這個刮鬍片 去切女優的身體 女生已經 已經教了得要命 但是覺得不夠 他就把一把槍 射到他的腿 兩次 砰砰 因為這個男生 當下在叩咚的時候 他就說 我就是要讓他痛苦 所以除了用這個 一直掛他 還用槍去射到他的腿 然後用一幫木頭 繼續打他 這個女生被虐待了 大概一張天 準備快不行的時候 這個男生就覺得 哦 你真的好像快不行了 就 啪 嚇了他 就把他的尸體丟在路邊 丟在路邊呢 丟了大概一張網上的歌 天23號早上 他的尸體被撿起來 然後 他們警察就開始找好多 方式去找 這個尸體是 來源是誰誰做的 是誰的 然後他們是通過好多 那個 Anonymous Call 中文叫什麼 就是 匿名爆料 是 然後好多人就打電話 就開始給好多的資料 然後警察終於知道 可能就是那個男生 然後他們在10月的15號 警察就直接進去那個男生的家 就發現這個男生 已經有新的女朋友 他就直接染罪了 他說對 就是我殺了我的女朋友 而且不只有他 我已經殺過了五個人 哇 前面還有 對 而且他等一下就是16歲 我女兒 再也不准踏出家門 好可怕 我也啊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楊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下次見